王源参加快乐大本营毕业季的活动,穿着校服和大家一起重温学校的美好,他现在也是学生一枚,只不过因为特殊原因,目前只能在国内,短时间内无法出国了,而在快本现场,他也分享了一些在学校的事情,比如,在问到毕业季最应该做的事情时,王源最先想到的是拍毕业照参加学校的活动。 拍毕业照是他的遗憾,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回学校,王源分享他获得第一名的奖品,是一盒谁才比,这个奖品也太接地气了吧,不过,王源也是真的诚实,因为那时候,他已经比较忙,没有经常在学校了,加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,所以,学校布置了拍视频的作业之后,王源就让团队帮了一个小忙,拍摄了一段视频素材,专业团队拍出来的肯定不一样,至少角度,画质方面, 都比别人强,听到这里,何炅立马质疑黑幕,王源吓了一跳,赶紧解释说,没有,是我自己剪的,看得出来,王源很敏感,在娱乐圈待久了,一点点事情不解释清楚就会被误会,他当着何炅的面澄清,也是不希望被更多人误会吧。 刚刚出道的时候,王源还是经常在学校的,那时候的他是班级的活跃分子,积极参与活动,还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,其实在快本现场,王源不仅仅唱了原舞曲这首歌,还唱了很多流行歌曲,比如不能说的秘密,还唱了因为爱情,这首歌高音很高,王源没在怕的,唱得很温柔。 那姐对王源还是照样热情,何炅在报比赛规则的时候,谢娜和王源一起说悄悄话,那姐还搂着王源的肩膀,两人聊得笑咪咪的,着实让人羡慕,总的来说,这次快本之旅不是工作,而是一次散心的活动,看他在舞台上笑得那么开怀,真替他开心。